截至27号疫苗施打率第一剂超过7成 第二剂超过3成皆已达标准 尽管11月2号不降级 但防疫规定大松绑 人数的上限本来83百 这个我们就不再管制 台铁高铁以及公路客运 游览车等大众运输 11月2号后车厢内可暂时脱口罩饮食 但还是有乘客会担心疫情 就是尽量上车前吃饱啊 我还是觉得比较放心一点 比较车上没人就吃嘛 有人就比较不要 11月2号后到KTV 可以脱口罩唱歌 还能在包厢内饮食 民众业者都超开心 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戴口罩 这样唱歌比较好听 可以吃东西啊 你去KTV不吃东西那要干嘛 在公共的环境 就是会交往人家把口罩饮食 同步放宽的还有电影院 NTV及网咖可暂时脱口罩饮食 另外有部分场域口罩解禁 天气变冷 之后泡热乎湖温泉 三温暖或蒸汽室等 口罩衣食场所 还有各式各样室内运动 都能够不用再戴口罩 距离恢复正常生活 迈进一大步 11月2号起 无论婚宴会馆 展演活动 或是风景 游乐区 通通取消人数限制 等于全台防疫大松绑 本土疫情趋缓 迎来连三天加零 近一个月 本土个案大多属于旧案 主要官陈世忠认为 社区基本上安全 但何时才能降一级 跟边境的 检疫的措施一起做 另外八大行业 11月2号后 若无陪室就能开放 有陪室的店家 得等到11月16号后 疫情趋缓 逐步解封 同时专家提醒 得更注重个人防疫 避免疫情又卷土重来 记者谢文祥 陈建安 杨祥宇 SNG台北采访报道